近日,既得益智银行、JP摩根和巴黎银行等知名企业之后,一家中国企业成为美国财政部下属的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新的目标。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12月13日宣布,将对中国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联署公司收取277.4万美元的罚款,其理由是,杰瑞石油仍与伊朗保持商业关系,其活动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12月9日,烟台杰瑞石油发布公告,趁向美包缴纳340亿万美元的民事罚款。 不过,从总体来看,美国政府通常对违反对伊制裁措施的,本国和外国企业出一罚款,采取刑事手段的情况非常罕见。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Jeffrey B.S.A.C.H.S.13日转弯川西称,美国政府通过罚款等经济手段,来惩罚外国企业是一种惯例,一般只有在对象企业高管,是极限战公共资金,或腐败的个人罪名时,才考虑刑事手段。 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用抓捕和居留等刑事手段,惩罚过为反对伊制裁措施的盟国企业。 加拿大主流媒体《环球邮报》的Glogan,没有近日刊发的体位,美国才是对国际法治的真正威胁,的评论文章指出,美国对中子企业的惩罚措施严厉,倒超出起以往惯例的程度,显示出了一种虚伪的态度。 评论称,美国这种意图压服泰国的做法,正在将世界推向灾难。 法国巴黎银行被罚默全民盈利,今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议和协议,8月6日,美国恢复了对伊朗的大规模制裁。 自此,选择继续与伊朗企业保持合作的各国企业,将不得不面对遭受美国财政部和司法部惩罚的威胁。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成为美国政府的关注对象,美国采取何种方式实施惩罚,也成为舆论的讨论焦点。 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日伊朗受制裁行业,机构和个人存在交易行为的任何外国个人,企业或机构都可能遭到美国的制裁。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邹志强对澎湃新门表示,目前,罚款是最常见的承败方式,金额高低不等。 设施企业也可能面临失去美国市场的风险。 一些西方媒体和舆论声音业指出,美国的设议外国企业的制裁方式,多以罚款或其他经济手段为主,较少采取代步或拘留、目标公司成员等形式手段。 通过梳理近年来美国的新盟国公司的惩罚记录,并不难发现这一特点。 在遭受美国制裁的设议企业中,法国巴黎银行,BNP, Perispes,托具代表性。 罚款金额之高,处罚力度之严格,创下了美国因伊朗问题制裁蒙国企业的历史记录。 近90亿美元的罚款,和13名高管在压力下被破离职。 是美是日外法权的霸道,在世人眼前暴露无一。 巴黎银行是法国最大的银行。 干行被美方指控,从2004年到2012年,利用美国金融系统为租单,伊朗和古巴三国转移资金。 根据美国司法部的数据,法国巴黎银行为一家伊朗能源公司转移资金超过5亿美元,为古巴转移的资金则超过17亿美元。 由此,巴黎银行已只被美国司法部紧紧扰住,多年不得喘息。 2014年6月30日,美国司法部宣布巴黎银行同意认罪,并为此向美国支付约89.7亿美元的罚款。 实际上,为了尽可能减轻对巴黎银行的惩罚,法国政府曾用尽全力。 法兰西银行行长、财政部长、外交部长甚至总理和总统先后出面求情,请求美国不要将触罚措施设置过重。 然而,89.7亿美元的罚款却超过巴黎银行几乎全年的盈利。 美国的惩罚决定已已经宣布,立即在一项重视独立自主的法国,引发轩然大波。 法国世界报2014年11月曾刊案称,按照国际法,美国并无权利以如此制外法诠释的手段制裁外国银行,指责美国将保护本国主权至于了国际法原则之上。 另一家把美Express称,巴黎银行的行为,完全符合法国法律,且美国之所以开出如此天价罚单,是为了杀鸡井猴,通过教训自主倾向,明显的法国企业,来下阻其他盟国的企业。 欧洲银行和企业寻求政府和欧盟保护,伊朗核协议坚定后,欧洲银行和企业,一度不必为美国制裁的风险而担惊受它。 但随着美国于今年8月重启对伊朗的制裁,再度感受到威胁的欧洲企业强烈要求各自的政府和欧盟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 纽约时报报道称,美国和其盟国企业在美国财政部和司法部的强硬态度前,不得不两害相权取其轻,即在放弃美国市场,承受巨额把款和监受伊朗市场的两难困境中选择屈服。 今年8月,法国石油巨头到达尔集团,正式退出,位于伊朗南部的南塔尔斯游天项目。 总部设在法国波尔多的空中客车则在澎湃新闻 www.cpaper.cn. 那邮件采访中表示,空客将制定符合制裁决定,和出口管制规定的下一步计划。 欧盟一直在高调开展建立新国际支付体系的努力,目的就是规避美国的制裁。 邹志强表示,从现实来看,也很难完全阻断伊朗与外界的经贸金融联系。 伊朗周边地区的中亚、中东、台湾部分国家与伊朗存在比较密切的经济联系,可以找到一些间接、复杂的中转方式,规避美国制裁。 德国的德意志银行没能幸免,据纽约时报报道,早在2012年,美国当局便开始着手调查德意志银行是否涉嫌来遭受美国制裁的伊朗和苏丹企业洗钱。 漫长的调查过程持续了三年,2015年11月初,美国纽约州金融服务厅宣布,德意志银行为伊朗和利比亚等制裁对象的企业提供结算服务, 违反了纽约州法律,因此需缴纳2.58亿美元的罚款。 不像邻国法国的劫力挣扎,德意志银行很快低下了头,不但足额缴纳了罚单,其有明显制高管也被开除。 除了外国企业,美国监管部门的制裁大棒,也不放过美国本土的银行业巨头。 2011年,JP摩根曾因涉嫌违反美国对古巴、伊朗的苏丹的制裁令,不得不支付了到8800万美元的罚款,但惩罚也就到此为止。 并不涉及对个人的抓捕和指控,德意志银行、JP摩根和巴黎银行,并非仅有的几家,涉嫌违反美国制裁令的大型跨国公司。 路透社曾制作了一份今年来了因违反制裁,令而遭美国处罚的快国金融机构名单。 除JP摩根和巴黎银行以外,中枪的金融机构还包括巴西银行、莫斯科银行、华丰银行和法国新业银行等行业巨头。 路透社的报道显示,上述所有银行遭受的惩罚,都是巨额罚款或开除限职员工。 尚无抓捕盟国企业高管先例,不过,从总体来看,美国政府通常对为敢对一制裁措施的本国和外国企业处以罢款,采取刑事手段的情况非常罕见。 因此,外国企业的高管和员工,通常并不会担心,对美国限制人身自由,或承担美国法律中的刑事责任。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Jeffrey B.Fax13日撰文分析称,美国政府通过罚款等经济手段,来惩罚外国企业是一种惯例。 一般只有在对象企业高管,是极其大公共资金,或腐败等个人罪名时才考虑行事手段。 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用抓捕和拘留等行事手段,惩罚过为反对一制裁措施的盟国企业。 在所有美国惩罚西方盟国大型企业的案例中,没有任何一家企业的CEO或CFO被美邦需不或限制自由,不管其是否在美国国土上,如果说要承担法律责任,那总是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来承担,而非企业中的某个个人。 Jeffrey D.Sexy文章中如此写道,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哎哟。